台南树谷园区那一家农场标榜生命教育 饭寿奶瓶让游客近距离的喂食小山羊 不过却被民众指控 业者没有取得动物展演许可证 却把小山羊绑在铁柱边 让小羊跪地起食 根本是虐待动物 对此业者澄清 为了避免小山羊从栅栏内跑出来 才会绑绳固定 另外每天也只开放早上30分钟的时间 让游客喂食 其余时间小山羊都在小屋内 绝对没有虐待动物 咖啡色小山羊被绑在铁柱边 为了喝奶伸长脖子努力往前扑 但绳子太短 小山羊几度跪倒在地 两只前脚在地板上磨啊磨 而后方栅栏内还有好几只小羊 同样嗷嗷待哺 一看到奶瓶全挤破头 这一幕让动保团体看了好心疼 当然认为除了这样子 是一个很不知中生命的 因为他们应该是要 就是羊妈妈的身上取得羊奶 而不是透过游客去购买羊奶的部分 然后去给它 动保团体指控台南树谷园区内 这家农场标榜生命教育 却贩售奶瓶给游客 让肚子饿的小山羊 只能向游客起食 而且还疑似没申请动物展演 许可证违法营业 不许这个绳子刚开始是够长的 那因为它旋转在这边一直 为它变短了 有疏失的部分 这部分我们也会做改善 我们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在旁边跟着他 然后在旁边让小朋友互动 顺便可以顺便可以教育他们 面对指控业者坦诚 当天没有工作人员在场引导 的确有疏失 将会监讨改进 未来也会避免榜扬行为 而动物展演许可证 已经申请通过 只是尚未核发 农场绝对没有虐待动物 记者黄富奇一天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